在古代 僧人埋葬的方法和一般人都不太一样 古时候 僧人就已经开始采用火葬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遗体了 但是也不是每一位僧人都采用火葬的方式 还有一些僧人会用其他的方法进行墓葬 比如说在明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高僧叫严聚光 严聚光是一位四川的高僧 生前在四川内江市一带活动 他在去世以后就没有进行火葬 而是被埋在了现在的四川省龙昌县圣登天罗山上面 在明清时期盗墓贼十分多 虽然说国家有明令禁止盗墓 但是还有人为了追求利益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很多人还是铤而走险 希望从那些名人的墓穴当中找到一些值钱的东西卖掉 赚一笔小钱 特别是那些王公贵族和有钱人的墓穴 这成了盗墓贼的首选之地 基本上都被盗墓贼所破坏了 盗墓贼大多数也都会找那些有钱人的墓地 但是有一些盗墓贼却不管是什么人的墓 都想去查看一番 有一些盗墓贼甚至想到去盐聚光禅师的墓穴里看一看 但据历史记载 盐聚光禅师的墓中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盐聚光禅师的墓中可能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盗墓贼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 所以后人也不知道 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 盐聚光禅师墓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在进行文物调查时 没有发现盐聚光禅师墓中出土的文物 专家才打开了盐聚光禅师的墓看了一下 墓室很小 长不过六米 宽不过三米 由于自然原因 墓门磨损严重 甚至连墓内的牡丹纹路都变暗了 专家们一进门 里面空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文化遗产 只有写着盐聚光禅师生平的墓碑 专家们看到 墓地里什么都没有 感到非常失望 但就在这时 有人发现了四个绿光 螺石吓了一跳 当专家接近这束光时 竟然有两只野兽 从坟墓中飞了出来 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野兽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还好 有人反应很快 用相机迅速拍了几张野兽的照片 这只野兽的照片 也交给了相关部门进行鉴定 经过专家的鉴定 发现这只野兽 是50年前已经灭绝的狗欢 四色的光是狗欢的眼睛 狗欢又称欧亚欢 根据龙昌县林业部门的资料 自1950年以后 在龙昌行政区域灭绝 至今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 灭绝的原因是人类的烂捕 也是其他动物灭绝的原因 人类没有这样的意识 不能保护小动物 只为了自己 为了私利而伤害它们 很多人都担心 如果挖掘岩聚光蝉石的墓穴 导致这一些狗欢无处可去 害得国家珍惜保护动物因此灭绝 那可就是我们的损失了 因此专家也表示 在挖掘和考察的时候 一定会严格遵循相关的规定去勘测 不会擅自行动 伤害这些小动物 对墓地进行挖掘 一是找到之前那些文物 避免一些盗墓贼被利益所驱使 破坏了这些文物 第二 也可以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这一次 找到灭绝的动物实在是万幸 人类也不应该再继续乱捕滥杀了 保护这一些动物 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责任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号称华夏第一墓的千年古墓 位置显眼容易找 却至今无人敢到 自古以来 帝王将相的身份都极其尊贵 其对于排场非常讲究 生前如此 死后也不例外 在他们死后 总是会陪葬大量的金银财宝 用于显示自己生前的地位之高 陪葬物品极其奢华 而相反 民间的普通百姓 却往往生活极苦 为了能够使自己活下去 或者获得更好的生活 就开始打起陵墓中奢华财宝的主意 盗取他们来换取钱财 这一行当出现之后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甚至出现了职业的盗墓者 这些人以盗墓为主 陵墓有高低贵贱之分 大部分盗墓贼都会选择盗皇族 诸侯的墓 其身份地位高 因此死后陪葬的物品 也必定为珍宝 随便盗一件出来 就可以卖到惊人的天价 够普通人吃几辈子 都绰绰有余 正是这样的诱惑 古代的盗墓贼极其的猖狂 基本上 历史中所有的历代皇帝陵墓 都被盗了个遍 但是有这样一座古墓 它的位置非常明显 甚至不用去故意地寻找 但是历经几千年 却无人敢到 大家知道 这座陵墓是谁的陵墓吗 它就是皇帝墓 被称为华夏第一墓的古墓 这座陵墓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 黄陵县城内的北桥山 墓中便是我们中华民族 始祖皇帝宣元氏 同时此处也是中国历代帝王 祭祀皇帝的重要场所 那么既然陵墓位置如此明确 存在时间也有五千年之久 那么为什么一直从未被盗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皇帝宣元氏 作为我们华夏的始祖 我们的先祖 试问又有谁会去敢挖祖坟呢 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源于皇帝 正是因为皇帝打败吃油 降服了炎帝 才有了华夏民族 即便是像孙电英这样的旷世大道 在看到皇帝陵后 心中也会充满敬畏之情 不敢打任何的歪主意 曾经在清朝有一位叫做白炎虎的人 公开宣称试图挖掘皇帝陵 结果被左宗棠听到 遂派人一路追杀白炎虎 而这位口出狂言的小辈 跑到国外才捡回一条小命 因此如果有人感动华夏第一大幕 也不会有人放过它 因为这是在七师灭祖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考古界的劳斯莱斯 出土仅五颗 其中两颗是在垃圾堆中找到 猫眼石在文物界就像是车里的劳斯莱斯 大家应该知道这有多珍贵 在珠宝行业 猫眼石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宝石 世界上只有一个产地是斯里兰卡 因为这种宝石极为罕见 也非常珍贵 所以价格很高 这一类珠宝之所以叫猫眼石 是因为与猫眼有着相同的光反应 而且高度相似 因此被称为猫眼石 到了宋代的时候 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身份 皇室里从斯里兰卡购买了猫眼石 然而在历史数据中 并没有关于当时购买多少猫眼石的记录 随着时间的推移 据统计 目前国内仅有五件出土了 因为它们有着极其珍贵的价格 所以被收藏家炒得很高 物以稀为贵 由于极其珍贵 极其稀有 且价格昂贵 许多不法分子为了骗取更多钱财 制作了假文物 但在中国 只有五颗猫眼石是真品 每一个价值 都可以与一个城市相提并论 其中一件出土于明代地灵 一件出土于乾隆墓 还有一件镶嵌在紫禁城金塔顶端 这三颗猫眼石是由考古学家发现的 而剩下的两颗猫眼石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它们是在垃圾桶里被发现 上世纪七十年代 山东济南的工人在发掘防空洞 挖洞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墓穴 随即把它报告给了考古专家 经调查研究发现 这是明代朱潭墓 陵墓于1970年 至1971年间被发掘 朱潭是朱元璋的儿子 很受欢迎 他两个月的时候就被封鲁王 只不过后来的发展并不是那么顺利 为了求长生不老 他开始炼丹 最后被自己的丹药毒死了 当时考古人员进入墓后 里面有很多泥水 将文物清理完毕后 在整理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这颗猫眼石的存在 直到一个农妇来做饭 无意间发现了一颗珠宝 仔细一看 觉得不是普通的东西 便将它交给了考古专家 后来经专家的研究发现是猫眼石 然后考古专家重新整理了垃圾桶里的东西 挖出了另一颗猫眼石 并清理出了一条香满黄金和宝石的腰带 在整个考古过程中 险些犯下大错 如果把这些珍贵的文物丢在垃圾桶里 那么国家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宝藏 此后考古人员不敢大意 仔细检查土壤 他们不再希望错过任何一个宝藏 在那次考古工作之后 墓中共发现了两千多件文物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